小韩为您答疑解惑 最近收到了很多球友给我发的这个打球视频 让我帮忙看一下 我发现大家很多都存在一个共性问题 就是我们的动作过于僵硬这样 无论是正手还是反手 都是过于僵硬的状态 那么这个僵硬呢 主要体现在我们会出现这样 端肩打球 肩膀 非常僵硬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 我们怎么在打球中 能够使我们的手臂放松 发挥出最大的力量 大家可以试一下 如果我打球的这个肩膀 现在高于我不打球的这个肩膀时 那么我的这个手臂状态 一定是僵硬的状态 如果我打球的这个肩膀 略低于我不打球的这个肩膀时 那现在我的这个手臂状态 就会是自然放松的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专业运动员 无论是正手 反手 搓球 或者是拉球的时候 我们都会略低于我们这个不打球的肩膀 所以大家出现动的僵硬的时候 就要去调整自己打球的肩膀 尽量略低于我的不打球的这个肩膀 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动作更加放松 在击球这一瞬间 更好的发上力 别忘了点赞关注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